5月22号声声不息下半场完美落幕 最终李克勤和毛不易合唱的最佳损友 拿到了最佳合唱金曲 叶浅文的《评者爱》拿到了最佳独唱金曲 男队女队一起合唱了观众票选金曲 世间始终你好 在二宫上半场比赛中 刘希军和闫明希合唱的念清恩 我认为是感情最好的 刘希军与闫明希声音一高一低的融合在一起 他以讲述者的身份将闫明希的故事娓娓道来 但依然输给了李克勤和毛不易合作的最佳损友 可能是李克勤和毛不易的配合度和精准度表达更胜一筹 二宫的上半场被很多观众认为是声声不息 开播以来质量最好的一期 包括选举编曲和歌手发挥 那么如何评价声声不息第五期 也就是二宫下半场各位歌手的表现呢 你心目中的第一名是谁 个人认为曾比特梦中人本场最佳 第一曾比特梦中人 曾比特的舞台总是给人很多的惊喜 太炸了 改变成摇滚乐的梦中人 完全跳脱出原唱的束缚 大胆独特豪放耀眼 重点是曾比特唱的是女生的调 难度增加 让人忍不住跟着绿洞跳起来 果然是未来可期的新生代 第二 叶倩文 凭着爱 一首唱给妈妈的歌和祝福一样 又是一首开口脆的歌曲 叶倩文的实力在这首歌上发挥的是炉火春青 这首歌的改编不大 温柔的和声与叶倩文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比 吭枪有力的声音和唱法像极了林子祥老师 但火候不够 不及林子祥老师那般张力强大 饱满的情绪随着副歌层层递进 将人的思绪带动到一起静静聆听 第三 林子祥 我爱你 林子祥自己的歌跟原来的版本比起来 节奏变得更欢快 歌词直白又顺耳 只有他能胜任这首歌 中间插入了他自己的阿联日记 算是老夫老妻之间的回忆吧 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突破之处 第四 单依纯三人游 这是单依纯最擅长的曲风 R&B加入了Blues 改编的更流行化了 转音很多 单依纯在这首歌上的技巧 好到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似乎专注于技巧上去了 感情反而削弱了很多 整首歌我只听到了他那完美的转音 其他的全被弱化掉了 第五 杨谦华 Baby Song 又是一首陈奕迅的歌 不知为何 我总是很喜欢听杨谦华 翻唱陈奕迅的歌 对那些过往唏嘘不已 将原曲中的钢琴伴奏 改为了吉他 歌词加分不少 杨谦华还是那个杨谦华 以情动人 唱过了林子祥老师和单依纯 有没有唱哭到你呢 第六 李健深爱着你 李健的改编很好 将遗忘作为前奏 大提琴的音色将整首歌的基调调成了忧伤的 副歌往上推 结尾以温情收场 但李健那不太稳的乐语太紧分了 但还是佩服李健的勇气 虽然乐语不好 还是有在坚持 第七 林晓峰 今生今世 太走心了 不管是林晓峰还是歌曲改编 还是现场舞美 灯光的变换 所有的一切融合在一起完成了一首最佳致敬歌曲 这首歌让人见识到林晓峰真正的实力 前奏追的音乐响起 就已经让人开始怀念哥哥 林晓峰的深情打动人心 副歌后的弦乐 和声 氛围感 拉到爆 最后大屏幕出现的哥哥的照片 让人泪崩 哥哥 世间始终你最好 第八 马赛克 梦里蓝天 马赛克终于找回了之前乐队的状态 不是伴奏乐队 而是主角 马赛克的改编很有创意 保留了复古情怀元素 还加入了现代的蒸汽波元素 演唱普通话的他们 也比唱粤语时自信了许多 这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了